你是球迷吗 我是球迷 但我自己不会踢 你手里拿的是真足球 这是真足球 真足球 而且是本届俄罗斯世界盃的比赛用球 是决赛阶段的用球 专用球 专用球 对 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其实是体育运动当中 我们经常会讨论到的一些科学的原理 但是我们俩最没有资格讨论这个话题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你也不会踢足球 今天要请出一位 真的是一位神秘大家宾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呼声请出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 著名足球运动员 卡洛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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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 欢迎卡洛斯 罗伯托卡洛斯 前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 他爆发力强 射门力量大 以犀利的左脚重炮冠绝足坛 他的足球生涯 共计出场1127次 曾夺得一次世界杯冠军 两次美洲杯冠军 三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 四次西甲联赛冠军 等多项荣誉 被称为世界级任意球大师 世界最伟大的左后卫 欢迎卡洛斯先生来到中国 来到加油向未来这个节目 这档节目是给很多的孩子 普及我们生活当中的 很多科学的知识 完美 这非常重要 今天我们想让卡洛斯 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 他作为守门员 然后卡洛斯一脚任意球 以他最大的力量 给我把那个美式橄榄球的 头盔什么都拿来 我们今天想跟卡洛斯 一起来个互动好不好 好 来 让我们跟随卡洛斯 一起进入县区 我们在现场 做了一个简单的装置 其实是用汽车轮胎 涂成了不同的颜色 这不同的颜色 我们会代表不同的分值 蓝色是一分 绿色是两分 黄色是三分 红色是五分 不知道卡洛斯先生 愿不愿意试一下 好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黄色是三分 帅气 老罗斯 不愿意试着 老罗斯擅长用他的左脚 好精准 哇